第214集 君洛宇微微一笑 明亮的黑桶里 好像有漫天繁星在闪烁 突得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张开双臂 一把紧紧拥抱住了傲锋 傲锋 好久不见 男子狭长的眼睛眯起 发出满足的叹息 这一刻 云成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百分之百地肯定 君洛宇的出现不是偶然 还有他刚刚那一撞都是故意的 都是为了秦傲锋 人们则是惊疑不定 这个秦傲锋到底有什么能耐 能让圣皇如此看重 温暖的感觉传遍全身 热血在心房里鼓鼓流过 这情景就好像那时 他在漫天的天堂火焰追不下 抱住自己的时候 令人无比的安心 奥峰眯上眼 反手轻拥了男子一下 两人之间似有淡淡的温馨流动 看到这一幕 众人忍不住 忍不住翻着眼睛做了一个晕头转向的动作 随后一起用怪异的眼光瞪着奥峰 高高在上的圣皇君落雨 素来一脸亲切微笑 实际却是谁也不亲近 想摸到他一根手指比登天还难 而今却和奥峰当众拥抱 为他解围 哪能不让人嫉妒呢 秦奥雪本来在云城旁边骄傲得意 但现在圣皇一出 那些羡慕的视线立刻就转移了方向 再加上他也感觉到君落雨 是故意堵他们的 憋得几乎呕血 当然也有瞪着君落雨猛瞧的人 比如秦奥天和雷玉峰 这两人一个极度恋妹 一个自认断秀 见奥峰和君落雨这般亲热 气氛很不对劲 心中大敢吃味 小枫 你和圣皇大人怎么认识的 两人总算抱够分开了 秦奥天便忍不住上前问道 投向君落雨的目光很是奇特 对方与他并称 当是两大天才 天赋更在他之上 二人虽不认识 在传闻之中相互有些了解 这时候君落雨 突然和自己的宝贝妹妹 有了关系 秦奥天心中的感觉 伪实古怪 你一定是奥天阁下的 君落雨俊哑的脸上 露出三月春风般的微笑 伸出白玉般的修长五指 亲切说道 半年之前我和奥峰在秦城结为生死之交 共度患难 他已将背后交给了我 无论如何 无论是什么身份 我和他都是朋友 今天自然也是一样 奥峰得见故人 心情愉悦 眼露温暖之意的插口道 大哥 当初我们蒙难 落雨以命相护 那时候 我还被人称为废物呢 秦奥天文言动容 和身旁的西云剑圣对视一眼 目中露出了了然的笑意 少有的连起冷裤 也伸出手去 与君落雨一握 小峰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奥天对妹妹的保护欲 强烈得过分 却从不对奥峰的交友 指手画脚 不管雷玉峰还是君落雨 只要对奥峰好的 他不会排斥 两大当事天才在这里汇聚 握手 这一幕甚是激动人心 我的朋友 应该可以进去吧 君落雨牵着奥峰的手 走入大门稍稍一顿 似是无心地 对守卫微笑着问了一句 那守卫打了个机灵 态度立刻变得非常友好 急忙弯腰连声道 当然 当然 没问题 圣皇大人 请 君落雨 似笑非笑地回眸 目光正好 扫在脸色铁青的云橙等人身上 唇角凛凛勾起一个弧度 这才转过身 领着奥峰慢悠悠地 进入了皇宫里 秦鼎也带领秦家众人 鱼冠而入 只留下惊呆了的云中战队 其中一人回过神来 愤然怒道 队长 那个圣皇 分明就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岂有此理 他是圣皇 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太欺人了 云橙队里 另一年轻人接着说道 云橙本想过来示威 结果 却半路杀出个城咬金 被别人示威了 这滋味何等难受 秦奥峰 君落语 云橙险些气死过去 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两个名字 看着二人消失在大门后的背影 冷笑起来 你以为这里真的是你光芒换殿的地盘吗 走 我们去找圣女大人 我就不信 你圣皇能高贵地过我们云中城的圣女 对 找大护法和圣女大人去 他不给我们面子 使他自找难堪 几个白衣男子气哼哼附和了几句 也进入皇宫中 往一座相当华丽的宫殿去了 骆宇 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好人呢 没想到你也这么坏 刚刚那个云城的表情 真是精彩 奥峰这个时候正在感慨着 和君落语亲热地走在一起 雷玉峰始终跟在奥峰旁边 两黑一白 三名样貌俊逸的年轻人 甚为抢眼 从正门进入后 绕过几个宫殿 便来到了千人大广场外 宏伟的古鲁斯皇家拍卖会会场 在拍卖会场对面 还有已经准备好晚间酒宴的 拉普拉宴会堂 这几个地方 均为为了每年的天元节 特别建设的地方 灰红大气 充满浓郁的皇家气息 秦奥天跟随着秦家大队 前往秦室的单间 君洛宇以叙旧为由 单独约奥峰两人出来 和他们在一起 奥天也不担心 正好免去秦璐和奥峰冲突的麻烦 拍卖会后的盛宴 他们都会到拉普拉宴会堂的 漫步古鲁斯拍卖会场的 红色地毯上 君洛宇眨眨眼 很无辜地道 有吗 我只是问了守卫一句话 又没有和他们说什么 难道他还能灌个大帽子给我吗 奥峰和雷玉峰双双扑地笑出了声 你是没有和他说什么 可你的行动比说了什么还气人呢 真是没想到 堂堂圣皇君洛宇居然是个腹黑的极品 秦城之后 我一直很想见你 可惜没什么机会 眼睛扫描着男子俊美的轮廓 奥峰呼得挺胸抬头 认真地凝视他 现在我又见到你了 有些话 一定要对你说 声隐清月 如雪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溪 奥峰缓缓道 我想告诉你 秦奥峰和君洛宇是一辈子的伙伴 即使面临灾难 我也不会轻易抛弃你 我会慢慢变强 强大到能够帮助你 我希望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有些事情不要隐瞒我 我看到了 君洛宇温润地笑着点头 眸中柔和的星芒闪烁 拍拍他的手背 你一路走来 我其实都在关注着你 看着你 没想到你竟然会成长得这么快 半年以前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一天 奥峰 我答应你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而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有我在 谁也动不了你 男子话语里的气势十足 同样少见地认真 奥峰与他平平对视 同时一笑 有些东西 仿佛就在笑容中 那样打开了 感觉自己被忽视了的雷玉峰 不满地嘟囔着 诶 诶 别忘了 还有哥们儿我呀 奥峰脖子里的小兵 眨眨小眼睛 跳到他脑袋上吱吱地笑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是奥峰